蔡主廚的 東坡肉 謝謝 這個 大肉王 好 茵茵 我一定要站起來 要不然又被停了 很好 正柳 這是這幾年以來 最棒的一個蛋白質 高蛋白來源 它有3D 三高的美稱 牛肉的那個脂肪含量 是鴕鳥肉的20倍 三高就是所謂的 高蛋白 高鐵 高鮮 它的鮮含量是牛肉的4倍 所以呢 鴕鳥肉 要吃這個 五彩指的各種蔬菜 時令的蔬菜 彩色的 這叫植化素 吃得對身體很好 然後會對蛋白質促進吸收 好會講喔… 這個東西真的比牛肉 你看啦 你家這蔥爆牛肉 好 德國那個 我很簡單 一個脂肪含筆薄餅 很簡單 薄餅就披薩嗎 對 就披薩 對 OK 謝謝 好慘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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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脂肪是什麼 脂肪 脂肪 脂肪就是鮪魚 你把鮪魚放兩字 真的看起來六個字這麼多 還可以寫多一點啊 對 好 日本 來 我的巫師的秘辛 我的我要做的菜 裡面有山藥 牛肉 牡蠣 牡蠣 都是高蛋白質的食物 那如果吃這道菜 跟之前的日本的武士一樣 很強 跟日本武士一樣 對 你有聽過把牛肉跟牡蠣 放在一起嗎 沒有 從來沒有 你們家人也沒有做過這樣的菜 因為我覺得 一個是在海裡面的嘛 還有一個是在陸地上面的 我覺得海陸的配合還挺有意思 有意思 對… 好 這邊廣東代表 瑤柱瓊山豆腐 不是豆腐喔 瓊山豆腐是一道菜的名稱 它其實… 它其實是用蛋白來做出 豆腐的口感 蛋白裡面還有加鮮奶 水牛奶好不好 然後瑤柱 瑤柱就是干貝 是不是 這個就是絕對符合各位的要求 好 四川代表 好 補充蛋白質 我選牛奶是雞肉 因為我是四川菜代表 謝謝啦 謝謝 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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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需要解釋嗎 我在北京我天天吃 好 再來客家代表阿威伯 嗨 各位鄉親好 這道賽 鳳鳳媽媽一定要看喔 一定要選我喔 各位十顆台一定要選我 龍筋鳳藝好吸收 我今天是用到牛筋加上雞翅 去燉煮 然後最主要一個藥飲質叫做 九層塔根 當藥飲 去燉出一個這個高蛋白質好吸收 開胃 開胃 補品 你光喝那個湯就讓你開胃了 吸收 等於要引子一樣 對 要引子 主要是把這兩個食材的蛋白質 給燉煮出來 印度的安迪 羊蹄湯 羊蹄燉湯 羊蹄是... 羊的椒 我們在熱水裡面呢 兩個小時不... 煮 煮 然後放有一些的香料 又是香料 然後... 香料是... 香料是要味道要好喝的 好喝的 然後這個不要吃肉... 這個東西如果你放在外面 一個小時 然後這個兩個finger放在裡面 五分鐘以後 拿來就打不開 那個很高焦急 那個你喝 如果你每天喝 就覺得雞肉很棒 然後你朋友還是 拿不開每天都很開心 會像你一樣 這麼多的那個黑嗎 對... 也會啊 也會 好了 現在總共有收到料理 我們分別要從中餐挑選一道 西餐挑選一道 好不好 從中餐開始六道菜 十一味的食客團 你要吃的是哪一道菜 請按鈕 這一道 這一道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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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師傅從小在客家家庭長大 對許多客家料理的典故 歷史遙肉執掌 做出來的料理非常道地 除客家料理外 它還會美味的義大利料理喔 有眼光 容金鳳也好吸收 有眼光 好 接下來第二道是西式的 好 先把燈具熄掉之後 西式料理 你要吃哪一道菜 數到三 請按鈕 到底是誰 老師 有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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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女婿片平利 是將心力都投入 讚奇烏龍麵 和日本創意料理的男子漢 有著日本的堅持完美 也融合了台灣人的熱情 發揮勇不休止的創意 創造更多溫暖人心的料理 一樣都是使用高蛋白食材來料理 一樣都是使用高蛋白食材來料理 在經過裡 我會師傅和片平利師傅的喬手 會創造出什麼長肉料理呢 長肉長好料理喔 那我們好 我們開始 是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這個 牛筋 還有雞翅 雞翅 這個最重要的 這是什麼 來 聞聞看 這是 你看看 好厲害 看看 這是什麼 不是 茶是樹 這叫茶樹嗎 這是什麼 九層塔根 九層塔 你應該知道對不對 對 但九層塔根 九層塔根像這種 叫白骨的 一般九層塔是葉子嘛 這種葉子 對… 那你要取它的根就對了 對 那你蜘蛛如果開花了以後 它老了 凋謝了以後 你這個根不要 蜘蛛不要丟掉 OK 把它留下來拔起來 頭洗乾淨 曬乾 把它剁的 這個是很好藥引子 藥引子 對 好 記得各位鄉親要做菜 把手上 指甲 戒指 手錶都沒拆掉 洗乾淨 洗乾淨 避免交叉污染 好 我們準備一些薑片 姐還會配 他都會教人家怎麼樣 因為他現在在教書 也在教課 教授 教授 教自己老婆 來 準備一點山藥 如果你這個刨山藥 覺得手會癢癢的話 記得拿點鹽包或素 把手洗一洗 然後在瓦斯火上面 稍微熱源上面稍微烘一下 把那個酵素 把它烘掉就好 這樣手就不會癢癢 很快的把它切成塊狀就好 好 不用在意這個形狀 大塊大塊切 等一下要喝那個湯 最主要是喝湯 對 喝湯 龍筋鳳翼好燒 對 好 我們再來 這個是牛筋 牛筋肉 大塊切 這裡牛筋有 這裡會有分兩條筋 我們打這裡 你稍微從中間把它分開 很難切嗎 不會 很容易 很容易 如果你覺得不好切 稍微把它冰一下 它就不會軟軟 進西式也會吃牛筋對不對 你們也吃牛筋嗎 有 有 有 燉牛筋對不對 這個燉湯 這個肉塊不用說 一定要切得很小 大塊大塊就可以 大塊大塊就好了 還是吸收它的那個 所以你最主要是喝湯嗎 對 喝它的湯 我們來乾一下子 倒是沒有力吧 師傅很厲害 厲害 有 他們在喝這個湯 比較硬 比較硬 你要切的時候 那我們去吃 本來是買回來這樣三截刺 前面那個煎的就不要 然後後段這個比較硬的 比較大的 這裡面有骨頭 你就稍微把它切開一點點 等一下在煮湯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好 這些我們就把它準備好 我們就準備來汆燙 好 而且吃了之後 就會跟後面那麼多帥哥 美女一樣 好 長肉好料理 那你平常裡面也是吃 有特別的蜜湯嗎 牛肉多 像我也是比較喜歡 就吃牛肉麵 對 牛筋 然後還有還有一些牛肉 因為我自己會去燉一些牛肉 比如說拿土豆啊 然後還有拿山藥 拿一塊去燉牛肉 煲湯 對 自己也會這樣做 那我自己會做 馬來西亞要長肉要吃什麼 我通常是吃就雞胸肉 然後還有喝豆漿 喝豆漿 怕是因為怕長胖 所以不敢吃牛肉 對… 真的嗎 但是看這個喝湯而已 你不要吃它的這個肉什麼的 應該養分很足的 對 有問題 山藥的話 我用台灣的山藥好呢 還是日本的山藥好 台灣山藥比較硬 比較耐煮 就耐煮 對 日本的山藥 我就不耐煮 我就把它磨泥 拌飯吃 它那個比較 日本山藥比較快 鬆散掉 日本山藥 比較貴一點 日本山藥比較貴一點 台灣山藥比較便宜 好 九層塔根啊 如果家庭主婦想要做這一道 那到去哪裡買 買得到 一般草藥行 或是中藥行 中藥行就有 或是傳統的大市場 不是都買得到 你所有的準備的材料 都汆塗一下 看日本師傅搞什麼花樣 來…日本代表 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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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